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Kissio Zeland第五百届课了 然后我们今天呢 请来是我们的一个coach Belinda 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Belinda 然后呢 今天Belinda主要是跟我们去聊一聊 对于那个 幼教移民和留学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就简单的去 聊聊她自己的留学的一些经历啊 都是什么样子 那主要是从几个方面聊 第一个就是Belinda一些 留学和移民的一些经历自我介绍 然后就是幼教这个专业 比如说就业一些问题 然后考雅思一些问题的 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那你可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Belinda 我在本科呢 是国内四年的本科 然后我在这边是从2019年开始 然后读了两年的硕士学位 在那个UNISA 也就是南奥大学 两年的幼教学位 然后毕了业之后 现在就一直在阿德莱德 现在做小学老师 现在做小学老师 所以你现在就是在阿德 然后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工作的情况 我工作的话呢 这个我现在是在一所公立小学 做part time的teacher 我现在教的孩子呢 是reception和year one的一个混班 大概是有17个孩子 是17个孩子 所以就五六岁的是吧 大概对 就是五六岁这样的大小的孩子 好教吗你觉得 这帮孩子还算是比较好教吧 但是就是behavior management这一部分需要特别注意 有的时候会头疼一点 所以你是本科 念完了就过来读的硕士吗 没有我本科已经工作了十好几年了才过来的 对那你怎么想工作那么多年才出国读一个硕士啊 就是因为偶然有一个机会可以到美国去工作 然后在美国工作了一年的时间 然后比较喜欢西方的这种工作的环境 然后能希望有机会在西方的国家做老师 然后我通过一些移民中介 然后最后移民中介比较推荐我来澳洲 然后读这个学校的 就是南澳这个学校的幼教 于是我就没有其他的就是考虑 他推荐我 然后我就过来了 最后发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我也是中介推荐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那你怎么没想办法上美国啊 哦因为我当时那个签证的限制 因为在美国工作一年之后 他需要我回国至少工作两年 才可以申请美国任何其他移民类的签证 哦所以你是公派留学 嗯对 就是公派去工作 去工作了一年 然后你当初选澳大利亚 为什么选择澳大利亚 就中介推荐 对因为只有就是除了美国 只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然后碰到的这个中介 正好他是主要做澳大利亚的 然后他就是南澳大学毕业的 他是受工专业毕业的 然后他推荐我 对推荐我南澳大学的幼教专业 然后我也觉得挺好的 因为他跟我说 如果你的目的就是移民的话呢 嗯那么你就选择一个 可以容易移民的一个地区 因为阿德莱德这个地方是加 呃移民有加分项 嗯再其次的话呢 你就考虑一个就是学费 不要那么贵的一个学校 嗯所以你就说 所以你是四五年之前过来 过去的是吗 对2019年过来到现在有四年了 四年 嗯四年的时间 嗯所以你之前去 所以那你去阿德之前做过一些 什么研究之类的了解过 阿德莱德就业什么工作 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你觉得现在就就业之后 和你想的在那边生活这么多年 和你之前想的是一样的吗 哦我觉得比我预期的要好 因为我觉得我虽然在 国内有很多年做教师工作的经验 但是我觉得我过来之后 可能还是需要很长时间去学习和适应 然后才能够找到一份工作 嗯但是我发现在这边就业市场 还是挺火的 嗯嗯我在读研究生期间呢 就可以因为我学的是幼教专业嘛 然后我的实习是在一个幼儿园实习 然后我就可以在幼儿园兼职打工 就是一边工作 然后一边在幼儿园开就去打工 然后这份工资也不低 嗯然后毕了业之后 幼教的老师就是感觉特别的火 因为所有的幼儿园 现在要求只要你就是有60个以上的孩子 就要聘用两个幼儿教师 嗯嗯 然后呢赶上疫情了这段时间 就是嗯学校的老师需求量也是特别的大 所以你现在找工作比我们那时候找工作还要容易 我就觉得很好找就是对 然后有的学生会问说 有学生是读就是现在国内过来读幼教授吗 有是读diploma 因为实际上我们读了一年半 diploma之后就可以工作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degree 你当初读的是哪个 整整两年半 我读的是那个master's degree degree 两年的对 这两个究竟有什么区别啊 呃 diploma diploma拿到的是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大专文凭 啊 嗯 那么他一年半的时间之后正常情况下 我记得当时有我也有同事是来自其他国家 然后读的是一年半的diploma 嗯 那么他的工签呢也是一年半的时间 嗯 那么如果是你读的是bachelor degree 或者是master's degree 那么毕业了业之后 呃 现在的政策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是直接拿到了三年的工签 之后还可以再续签两年 那么多 我们那时候才两年 对 现在那么爽 对 对 现在政策就是越来越好 那么好啊 对 而且好像是有消息说 嗯 还是还要再增加 具体我因为 对 这段时间也没有太多的研究了 所以我也不太关注 嗯 所以现在应该是读这个专业 如果是考虑读这个专业的话 应该是读这个专业比较好的一个时间 就业 哦 我认为就是说 嗯 喜欢小孩 然后或者将来想要当老师 嗯 我觉得可以考虑读这个专业 因为即使你读的是幼教专业 但是你闭了业之后也可以 拿到这个教室资格账去小学 然后去高中去做老师 都是可以的 嗯 嗯 你说说在阿爹的生活情况吧 你觉得你现在适应的很好吗 因为我因为没有出国之前 我们都会觉得 我从来没有去过阿德你知道吗 但是之前 嗯 阿姆尼其实也住阿德的另外一个口是吧 就我以前都会觉得阿德是一个特别特别荒凉的地区 然后但是听你们说 嗯 感觉还挺热闹的也 对 也没有就是那么荒凉 感觉开始的时候说是片眼区区嘛 我们就觉得片眼区区可能就是地广人稀的 嗯 然后人很少 嗯 其实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城市 然后也有点像是国内的二线 我觉得二二线城市嗯 差不多吧 啊 就我个人的理解哈 所以你也是有公交车是吗 有有公交车 对对对 对对对都有的 然后公交车嗯 一十五分钟一趟或者三十分钟一趟 嗯 当然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要是惨一点的话 可能是半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小时才能等待一趟车 嗯 但是我来了之后的话呢 就选择了就是自己买一个私家车 因为比较方便一点 这边开车也觉得很爽 因为路上感觉没有那么多的交通通度 其实也听到 那超市呢多吗 就是你觉得买东西方便呢 嗯 超市很多呀 它就是这个超市 它的分布就是每一个呃 suburb或者是几个suburb放在一起 它就会有一个超市 所以呃 你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是住在离这 大概会开车六分钟这样的一个车程 嗯 我我住的地方附近不行就会可以去到超市 然后呢 我现在搬过来就是大概是六分钟 距离之前住的地方六分钟 但是我附近的话呢 呃 大概一公里多也会有一个超市 不行或者是开车个两分钟就能到了 也是很方便的 特别比我这方便 我这上个超市开 我是第一次搬上那个普吉镇嘛 我开过去去 我以前住在地上开到超市十五分钟 然后现在开到超市五分钟算是近的嘛 但是你拐个弯什么的 不就十分钟了嘛 然后这已经是 因为我们这个岛就这一个超市 就是这一个大商场 就没有其他的地方 感觉你那还是挺方便的 然后 对因为虽然我这个地方可能离市中心稍微能近一点 但是我开车往北面走南面走的时候 也会发现就是过一段时间 你就会看到一个小的商区 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超市 然后和其他的一些配套的一些设施 挺好挺好挺好 那我们说说移民吧 你觉得这个就是现在的移民生 你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个绿卡来的 我是去年十一月份拿到的 去年十一月份拿到 说一下这个申请的一个过程吧 先是毕业 然后 对我们现在政策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说毕业了业之后 拿到三个月的工作经验 之后就可以提交这个移民的申请 提交移民申请的话呢 像是我就是从提交到夏天 大概会整个花了一个六七个月的时间 但是是因为我中间体检 因为我个人的一些情况 然后中间体检的这个结果 递交完了 如果说是从我递交体检到 就是夏天的话 应该是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然后你是需要靠雅思的A雷八七七八的 对在这之前的话 我需要跑跑八七七八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拿到教职资格证 拿到教职资格证的话呢 参加的工作才算是那个工作经验 所以就是先毕业 然后考八七七八 然后你工作三个月 然后就移民 对提交那个EOI移民的申请 然后呢就是南澳的话呢 大概一般情况下 一两个工作人就会获邀 但是获了邀之后的话呢 对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提交所有的那个资料 然后等着那个移民局给你下签 这个南澳跟那个塔州是不是一样啊 塔州有加分 是不是 应该是塔州也是那个偏远地区 因为我看我朋友在塔州小日子过得可好了 塔州特别好看 感觉也其实也还行 不是特别荒凉 就是也都像你说的比较正常 什么公交系统超市什么的都挺好的 所以就是如果是想移民的学生的话 上这些偏远地区读 其实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恐怖 就是没有那么偏远 也是一个小小城市的样子 我个人可能是因为年龄原因 我觉得挺安静的还挺好的 然后我们说说留学的吧 就现在很多学生我们查了一下网上 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的跟幼教相关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可能又叫 毕业之后有一个A类的八七七八 所以他们就会不是特别敢选择这个专业 你去怎么看它 就是这个我觉得因而异吧 如果觉得因为你如果想念这个专业的话 首先你入学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有一个雅思的成绩 有一些学校要求的就会比较高 甚至是达到了八七七八 悉尼啊 然后有一些学校呢 可能至少也要达到一个口语七这样的一个水平 所以我认为从七到八的这个提升 因为这是入学前的 你要学习两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锻炼自己口语的机会 之后的话呢 我觉得从七到八这个可能性是完全有可能的 你自己复习多少时间来了 我毕了业之后开始考试 大概是考了三个三个多月 八月份开始准备考试 然后第一次考 然后之后十月份考了一次 然后十一月份考了一次就过了 但你是全职被考吗 不是我那段时间就是在我说的那个我实习的幼儿园工作 做开修的工作 每周大概工作三四天吧 然后其他时间背考 所以就是说就是八七七八也没有大家想那么恐怖 实际上我我自己就想这件事 就是你你为了去工作嘛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小学学校工作 实际上口语还是挺重要的 如果口语不好的话 嗯你就会觉得和家长沟通 还有你一个那个房间里的其他人一起工作 跟他交流肯定也会有问题 那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考八七七八并没有大家想的是说 那么恐怖 他反而实际上是可以帮助我们工作 对对对就是对是这样的 就是当我考完了八七七八之后 因为我达到了那个水准之后 我就发现我跟我room里面其他的人去沟通交流的时候 就很自信很迅畅了 对对对对 我也是这样 就觉得说因为我没有工作了 但是但是我就会觉得就是日常生活里边 你发现和别人沟通的时候 也会更敢说话了一点 对对对是的 怕犯错了 但如果就是你刚拿到七分的时候吧 就是说怎么说就是我们觉得 有的时候会觉得比较 对对对对 担心开口说的话会说错 然后觉得很embarrassed 会有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我也是有这个感觉 那我们说说这个留学这个专业你学的一个情况吧 你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investment吗 就是学了这两年时间 嗯我觉得对我的个人来说 是的我又觉得呃我的目的是就很快的就达到了 嗯嗯嗯你觉得学校课程你们学校课程 你的质量怎么样 嗯我也觉得这两年的学习的话 确实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嗯因为我以前的学习的经历 让我感觉所有的东西可能学校里教不到我什么东西 嗯但是通过这两年的学习我觉得其实呃有好的师子好的学校 你还是能够获得很多新的东西 然后呢这些新的东西会让你在实呃实际的工作当中会有不同 同样的practice嗯包括我对教育孩子的理念 然后作为父母教育孩子的这个理念都会有所不同 嗯嗯嗯 哎你们学学校实习也是从第一周开始吗 什么哦倒是没有 嗯因为我们留学生的话他们好可能还没有说开始的时候就实习 应该跟我们一段时间适应 所以就是而且这个学校他每一年的这个选择的实习的时间可每一届学生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嗯就有一些学生可能是嗯要就像我们这一届的话呢是大概是第一年的年底的时候才实习 哦但是可能是对可能是我们下一届或者再下一届他们就会有不一样的 比如说学习了半年之后就开始实习等等 哦我也听说这个不一样我那时候是我们这届特别惨 我们这届是嗯开学两周 然后我们下面一届是这样的下面一届和下下一届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是开学两周马上就进实习了 嗯就这个时候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在维州的学校大家都传开了我们学校 这个专业你如果选择这个专业你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孩子就我们毕业率特别低我们毕业率我们那年可能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五十九他们有人算过就摔了好多人嘛 然后就因为实习 对实习是一个一个坎对于有一些就觉得可能是还得再再实习一次 但是我觉得怎样都无所谓就是最后还是能够毕业因为确确实实如果实习没过的话能说明在某一些方面 这个你的理解或者说你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技能的话需要提高嗯那么真正的去通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忽然开朗觉得啊原来我是需要这样做这样做的话才能够更有利于我的教学才更有利于孩子的发展嗯我自己感觉我上这个专业也是因为咱俩学的是一个专业嘛因为我是经历过费用量费用量三次然后我就需要开了一个course on satisfactory meeting 我所有的什么定什么都坐着我吓了我进去走你知道吗然后后来那个老师就说说啊你不用害怕说你选的这个专业说明你已经是qualified了但是我们就是想更多的帮助你所以就是说我那次没有过然后他就又多给了我一次实习的机会然后也没有多收钱然后免费的一次实习的机会你们需要也这样吗 如果不过的话就跟你再换一个应该不会的应该不会准备有特殊的情况我们是不过可以再换一个我们不不我上次那个莫大的幼教嘛可能我也不知道是我那戒怎么回事还是他们刷的人太多还是怎么样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就不过他就会给你再换一点他也不会给你再收钱了然后他就直接跟你说你这次没有过那我就会再跟你换一个地方去实习但是那个刷的人数会比较多我们刷的人数特别多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按比例来的可能就是根据每一个实习的同学的实习情况来的吧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一届刷那么我也觉得像你说的不是按比例来的可能就是我们那一届大家都没有什么经历就是都没有教学经历都是你看就是包括本地的学生都是学什么什么金融学律师转过来的谁也都没有教过书然后我就直接把我们扔里边然后我们就什么感觉都没有 对对对对因为你们可能就是没有prepared然后对所以就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可能fail的所以也是因人肯定是因人而已的你们需要毕业那一届你知道多少个人pass吗 我觉得比例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那么低我觉得应该会有我觉得保守来说也应该有八十几了哦那大家都喜欢哪个学家吧全别在莫达 莫达那个压力会比较大但我可能这两届会变得好很多了我因为这两届不是说他们疫情期间吗然后所以就他们又是在那个在线学习我觉得他们可能现在会好很多我知道我那个时候13年14年的时候那三届都不是特别好然后都比较低然后现在可能会好很多总之这个毕业率肯定还是看就是对我觉得学校他也是希望你们都能够顺利通过的 但是可能实际当中呢他们也会碰到啊原来国际留学生会有这样的那样的问题所以他们在课程设置当中也会调整这样的话保证你们成功的概率会更高一点嗯我觉得现在肯定会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高好多了嗯好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要分享的吗关于这个专业移民留学的情况我觉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好那我们就可以问一下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这个视频下边再问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再给大家留言 然后今天非常感谢你给我们的分享谢谢 不客气拜拜拜拜